小朋友好样的 其实这个车向市以后 很多媒体对它做过一个评测 但是像我这样真实使用的 可能我们还是头一家 首先我们上海开到了北京 在零下的情况下 在工作了三天 然后我们把它今天看到了 这什么地方 泰武小镇 我们在这已经划了三天的雪 泰武小镇借了一下冬奥会的东风 大家看外边的气温是非常冷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现在外边的气温 大概是零下21度左右 小鹏在这个山里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我们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 从北京一路开到海拔 将近1500米的地方 是一路上坡逆风 再加上一个低温 这情况下小鹏的综合工况 综合的电耗工况 都没有戳超过30千瓦每小时 基本上都是在25到27左右这区间转悠 哪怕在有一天零下30度晚上 我们从10公里的路段爬升了将近 15公里的路段爬升了将近300米的海拔的时候 它的电耗一度显示到了50多 最终也掉到了40多 但是如果下山的时候 昨天我们测试一下 下这个山 从泰武小镇开到重里的时候 电耗夸张的只有7.9千瓦每小时 你想象一下这坡路多大 所以说在冬季使用车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三个点 第一你的电耗 你的电耗表显的距离可能不作数 一切要与你的平均电耗为准 第二你可能需要养成经验 就是说逆风 低温 爬坡 对电耗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再加上这是一台2.3吨这么重的一个车 确实是比较大 如果你有了这几点的话 你就可以从容应对极寒 哪怕是极寒 条件下的这个电车的这个冬季使用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给小鹏702 这个后期版的D9来点赞呢 是因为这个车居然在零下30度的时候 在只有50%不到的电的时候 还能启动 还可以启动 这个就非常厉害 就是说它其实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主机屏幕上会报警 就是虽然它的这个车机在这个零 在零下的时候已经报警说 一行你说如果气温低于零下30度的时候 你需要保持电量50% 但我们在50%以下 第二天我们在重理第一天遭遇了 重理今年最冷的一个冬天是零下30多度 然后这个最冷的一个记录 然后这个小鹏第二天仍然能够一枪头啊 我们讲叫上海话讲 一枪头就是一下就能就能启动 没有任何障碍 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在此期间这个平均低速行驶电耗 也不会超过说这个这个30千瓦 这小鹏表现是非常好的 此外呢 还有几点是可圈可点 首先我们在零下36千瓦回来的过程当中呢 路过也看到了几台 蔚来或者是其他品牌车 他们的侧窗都已经基本上冻上了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温度没有水箱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空调的物理极限 空调是不做热交换的 只能靠车里边小小的电上才是炙热 小鹏既久制作功率是非常够的 就是我看到所有电车里边 虽然来这边电车非常非常少 但所有电车里只有我们还能保持侧窗 没有雾可以看得到后视镜 这点一定要给小鹏点赞 这已经是关乎人命的安全问题了 第二 它的这个续航 在这种极寒条件下 这块大电池 小鹏三电管理做的非常优秀 我们在零下二十度到十几度的平均使用 山地使用情况下 还可以保证一个三百甚至到三百五的续航 这个让人是非常安心的 但是这一辆也要备注一下 但是如果你电量非常低的情况下 你可能是启动不了这个车的 我们也没有敢去做这样的一个极限测试 第三 这个首先来讲整个一个小鹏 这个是个后续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脚下就是冰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使用是怎么样呢 我也明确告诉你 它的使用非常的好 我们昨天有几次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吃完饭 地上的雪就已经变成冰了 然后有几个后驱的车 像宝马有一个掉到沟里去了 就已经走不了了 而小鹏的这个电四驱或者电后驱 反应是非常灵敏的 它会打滑 喷喷 跑这么两下 打滑完以后 它马上自己就能调整到合适扭去 它能出来 那这一点来讲 比我们体验的其他的前驱单电机 或者后驱单电机 电动车的这个防滑管理做的非常好 所以至少就是说 我不要去雪里飘移 或者太冰上玩 太极限的情况下 这台后驱的小鹏是给我非常安心的角色 所以综上来讲 这三点就是我们可以在重里看到周边 很少有电动车 但是这台小鹏在整个一个重里是非常亮眼的 尤其是在昨天我看到 大量的拖车在极寒的三十度天气 大量的拖车把什么特斯拉 或者其他国产电车拖走的情况下 我还在他们旁边行驶 那这种心里产生的优越感和可靠感 是一台非常好的车 能够给到你的全部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预算 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小鹏的智能化 以及他的自动驾驶的辅助设定 你可以去选择这台车 我们这次极寒测试成功